第251集 众人在仙廷岛停留了三天 李牧练熟了神行百变 这一路走来 和李牧同行的几乎都是江湖大咖 虽然碍于自治 悟性什么的 各种高深的武学暂时学不会 但是连大字不识的韦小宝都能学会的神行百变 那学起来真的是得心应手啊 加入了内力的神行百变 这直接超越了李牧原来的大路货草上飞 让他的速度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这至于闲者时间嘛 李牧原本认为可以用来误导 思考预见术的时候 他给自己来了一发 然后他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 什么练武 什么任务 什么诠释 一瞬间全都成了过眼云烟 丢到了九霄云外 懒洋洋 软绵绵 天清云淡 无欲无求 那是既舒服 又惬意啊 这只觉得人生就该停留的这一刻 再也不往前走了才好 十分钟后 当李牧从闲者状态脱离出来 整个人都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很想给自己再来一发 再度回到那种宁静祥和 万事皆空的圣人状态 好不容易克制住之后 李牧的额头伸出了一层冷汗 奶奶的 太可怕了 这是真闲者事件啊 会上瘾的那种吧 在这种状态下 别说悟到了 谁想悟到 都能给他打断咯 那天 这九剑仙被他刷了十多发技能 最后还能逃离 这意志力不可谓不强大呀 李牧是不敢给自己用这个技能啊 他怕给自己用了这个技能之后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苗状的一金睛和吸星大法 以及陈瑜的玉剑术 毫无进展 两人的情绪是一天比一天低 而李逍遥呢 不愧为武学天赋MAX 看李牧走了一遍这神行百遍 便把这门功夫纳入了自己的武学体系 跑起路来 比李牧还要迅猛 见识到李逍遥学武的速度 李牧思考了片刻 拿出手机 给李逍遥展示了手机里存储的 海量的武功秘籍 这一次 李逍遥是第一次 真正领略到了手机的神器 他兴奋地画动着屏幕 两只眼睛好像扫描仪一样 把上面的武学秘籍 硬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小白 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多武功秘籍的 英国羁绊嘛 李牧的 你也知道啊 英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凡是遇到我们的有缘人呢 不留下的东西 那是跑不掉的 所以就砸啊砸的 就砸多了 李逍遥是羡慕的砸啊砸嘴 哎呀 这英国羁绊好厉害啊 只可惜你们的武学天赋不强 不然的话 我们李家三兄弟 打遍天下那是无敌手啊 我们负责搜集秘籍 你负责练 一样的 有大哥你照着我们就行了 等你强大了 也弄个武林盟主做做 我们三兄弟啊 照样称霸武林嘛 李牧是笑眯眯的 看着李逍遥那如鸡似渴的吸收武功 心中是充满了得意之情 李逍遥越强大 他和客户就越安全了 如果可能的话 他一点都不介意李逍遥 以巅峰状态出道 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 那李逍遥 可是未来的鼠山掌门 拜月死后 先见世界最大的boss 日后 他要是回到这个世界度假 寻找资源什么的 那也不用为人身安全担心 多安逸啊 小白 说的没错 要做呀 就做武林盟主 李逍遥眼睛一亮 仿佛找到了人生新方向 而学武的速度 遥遥领先于李小白他们 也让他寻找到了当大哥的尊严 离岛的前一天 苗壮终于忍受不了武功迟迟没有进展的煎熬 找到了李牧 哼吃了 导儿 你的内力是怎么练出来的 有什么特殊方法没有 万丈高楼平地起码 有特殊的方法 我早学会缝身腿了 哪还能看得上你的神星百变呢 李牧师吃笑了一声呢 这练出内力的方法 我早告诉你了 你一直看不上而已啊 苗壮是连一黑的 那些 基础内功 从出门到京城 李牧点头 苗壮沉默了片刻 揪起了半天 终于叹息一声 哎 特儿 我错了 再给我几本 入门的功夫吧 李牧 无所谓地把五月剑派的基本内功心法 传给了苗壮 话说 这朋友越多 道路越宽阔嘛 他是个很注重团队意识的人 一点都不介意 队伍中的人 变得强大起来 他只需要做到 始终领先 所有人就可以了 当意识到 亚当史密斯即将通关 成为第二个 一星圆梦师的时候 李牧便意识到 他组建自己团队的速度 需要加快了 穿越过的世界 队友的成长 都是他向前奔跑的资本 其实 在现实世界 李牧也可以通过 自己帮助过的客户布局 但是 想想那些 不知道感恩的客户 他果断放弃了 那个诱人的想法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视权视美 固权所有方面的 此时 苗壮又问道 那 陈瑜呢 继续让他折腾 御剑术 嗯 让他继续加深 对 御剑术的印象 李牧看了 苗壮一眼 客户呀 需要刺激 等他意识到 所有人中间 只有他是一个废物的时候 给他一个机会 他自然会发奋投降 比所有人都努力的 苗壮哀怨地看着李牧 特儿 你是不是对我用脸 是这个方法 我要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永远不准备告诉我 从基础练起 才能把内力练出来了 哎呀 怎么会呢 老苗 我们可是战友啊 李牧拍了拍苗壮的肩膀 一脸真撑到 我的天赋不行 这万一你的天赋比我高呢 哎 你看你逍遥 已经开始练圣灵剑法了 给你一金睛的时候啊 我也没小气啊 我更愿意你练成一金睛 那对我们的任务又有帮助啊 苗壮是将信将疑地看着李牧 仅仅片刻 他便移开了目光道 老大 我信你 没有你 我连一本武功秘笈都没有 还是那个 只会神行百变的小喽啰 您放心 这场任务我会拼命的 只要我能成为正式的圆梦师 今天借你的东西 我会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我老苗是个公平的人 从来不欠别人东西 加油啊 我等着你转正 李牧饶有深意地笑了笑 丢给他一颗血不提 既然要欠吧 就多欠点 等把内力练出来之后呢 再服用啊 争取笑用最大化 当天晚上 苗壮改修了华山派内功入门到精通 当天晚上便练出了微弱内力 李牧练的是松山派内功 冯公子练的是横山派内功 苗壮练出了华山派内功 哎呀 这再凑两个人出来 这五月剑派就齐活了 至此 李牧终于肯定 袁梦师拥有公私变态技能的同时 似乎真的被公私削减了悟性和天赋 一日 李牧一行人离开仙灵岛 回转鱼航镇 在云来云区客栈 姥姥和李大婶见面 正是确定李逍遥和赵灵二的关系之后 李大婶取出了李三思留下的飞龙探云手和宝剑 赠予了李逍遥 同意了他们的江湖之旅 当然 信心的李大婶也没有厚四薄笔 找铁匠为李小白打造了两柄八能量银锤 给这李小黑呢 打造了一柄长枪 嘿 这是李大婶啊 根据那晚两人的武艺 特意为他们挑选的武器 第二百五十二级 临出发之前 李逍遥特意带着两兄弟和赵灵二 去和他的小伙伴王小虎和他的爱妾渐臂告别 从小爱慕李逍遥的丁湘兰和丁秀兰 见到抢了他们逍遥哥哥的赵灵二 这醋意大发 不过 当他们看到李小白和李小黑 这醋劲便不一而非了 上天为他们送来了一个情敌赵灵二 又为他们送来了两个逍遥哥哥 这人手一个还有什么好强的 李牧和苗壮明白李逍遥的想法 乐得帮他解决着后顾之忧 当然 李牧更在意的是王小虎 那可是仙二的主角 为此他不惜手抄了一本《易金经》和一本《奥含六诀》送给王小虎 还留给了他一枚血菩提 也算是提前投资结个善缘了 在李小白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感 王小虎那是感恩戴德 发自内心地认为 李家兄弟果然都是好人哪 虽然李逍遥的武功越发的精紧 但赵灵二呢 不管大事小事 仍愿意请教李小白 小白哥哥 我们去哪啊 姥姥没有死 赵灵二此番离开仙灵岛 心情迥然不同 和心爱的人一同游历江湖 虽说是历练 但他全程都抱着交友的心态 轻松而且愉快 赵灵二爱和李小白在一起 李逍遥也习惯了 他也知道 赵家兄弟不会跟他抢媳妇 所以全程保持无所谓的态度 抱着李牧的手机 钻研上面的武功 这偶尔累了 也会玩玩上面单击小游戏保卫萝卜 植物大战僵尸什么的 这对于手机的态度 李逍遥从之前的不屑一顾 逐渐进化成了低头足 苏珠 李牧把玩的手里两柄夹起来 至少有八九十斤的亮银锤 对李大使的判断力也是服了 他不就用板砖拍了两个人头吗 怎么就给他弄了两个锤子当武器啊 嘿 他是要学习御剑术的人啊 这拎个两个锤子像什么话呀 啊 一点少年侠客的美感都没有了 也就是他 把力量加到了三点 不然的话 这两个锤子拎着都费劲啊 李牧拎着锤子 在空中虚砸两下 不得不说 哎 手感还不错 真要用这锤子砸地鼠 那应该挺带劲的 赵灵尔好奇地问 为什么去苏州呢 李牧拎道 嘿 苏州啊 有林家宝 林天南呢 是武林盟主 我们呀 想办法把都位置窜了去 不远处 陈瑜凑近了苗状 一脸郁闷的道 小黑 完成梦想我们回归之后 你们公司有没有评价系统 苗状一眼看穿了他的想法 拎道 有啊 不光有评价系统 而且客户的差评 对于梦时发得呵呵 老陈 你想给李小白差评啊 一点都不照顾客户感受 只顾着自己弹青涮 差评我给定了 陈瑜哀怨地看着李小白的背影 哎 不过 小黑 你放心 我只给李小白差评 我也看出来 你是身不由己 我会给你武修好评的 他的愿望 虽然是林月如 但并不意味着 他不愿意和另一位女主 多多亲近呢 而且 他左等右等 也没等到李小白 主动送给他一颗血菩提 那种感觉 就像是他彻底沦为了 袁梦时的小跟班一样 别提多郁闷了 不通过李小黑 给李小白上点眼药 他感觉 不会引起李小白的重视呢 苗状呢 看了陈瑜一眼道 小白是有些不太像话 小黑战是林家宝 我找时间 给他说一下 让你也找找此代感 多谢 陈瑜压低了声音 最好 能找他要个血不提 又见到林月如了 我的武功 不能一点没长进 苗状咳嗽了一声 老陈啊 这血不提的事 我还真帮不了你 你说你连一点内力都没有 吃了血不提 也不怕暴提王啊 陈菊脸色一变 那我该怎么办 遇见出太难了 我是真学不会啊 苗状朝李木挪挪嘴 嗯 找小白吧 他是你的主缘梦事 我就是个辅助 帮不了你 陈瑜面色一肿 看了看苗状 吞吞吐吐的道 小开 刚才差评的事 可千万别跟我说漏了 我都是开玩笑的 苗状笑笑 没有说话 眼底却流露出一丝忧虑 嗨 客户的情商太低了 连自己的袁梦师 都不愿意交流 还要人想办法逼了去 这样的情况 还和林月如谈恋爱呢 这林月如要是能看上他 这太阳能从林家宝出来 哎呀 这二行任务 太难了 此时的苏州城 李木找人打听了一下 便知道他们来晚了 刘静元 撞远 撞远游街和李逍遥 初始林月如的一幕 完全被错过了 第一次见到大城市 李逍遥和赵灵儿 被苏州城的繁华 吸引了过去 两人兴致勃勃地穿梭 在人群中是东逛西逛 看到什么都新鲜 苗状呢 则抱着他的长枪 站在李牧身边 头儿 我们下一步干什么 李牧的 先找个客栈咒下 我鼓务着林月如的比武着心 就在这两天了 到时候呢 让老陈直接上那台 打败林月如 一听这话 一旁的陈渝是吓了一跳 小白 你没开玩笑吗 我现在什么武功都不会 怎么上那台打败林月如 你们我不是不知道 林月如反对比武招权 都每一个赶上那台的人 都往死里打呢 我与普通人的身份上那台 会被林月如视为耻辱 他不会放过我的 李牧和苗状对视了一眼 小刀 老陈 这遇到林月如的事 脑袋开窍了 陈渝是尴尬挠到头的 我把林月如的脾气表情 都咽得透了 想要和他恋爱 必须真正的折服他才行 哼 折服他 哎呀 你对林月如了解得还不够透彻呀 亏得你的梦想里 只是和林月如谈恋爱 真要是正儿八经的结婚生孩子 哼 老子都不带欠你这单的 李牧笑着 摇摇头的 嘿 甭废话了 让你上那台呢你就上 有我在 哪怕你手无寸铁 也能打败林月如 不 可是 小白 陈渝还要发表他的意见 被这李牧师无情地打断了 老陈 为了爱情 为了梦想 什么牺牲都知道 哎 我听小黑说了你练功的事 今天晚上啊 你去找李逍遥 先让他给你学摸一本 入门的内功线练的吧 这有什么不懂的呢 直接啃李逍遥 啊 那可是未来的蜀山掌门呢 就当提前 锻炼他教徒弟的本领了 呃 好吧 陈渝点了点头 认同了李小白的说法 让他去找李逍遥 总比让他来找李牧学武 容易得多 等陈渝走开 苗状问 特儿 你 不直接教他吗 哎呀 有李逍遥在 我干嘛浪费时间 叫他武功啊 这专业的事情呢 交给专业的人士 去做就好了 李牧师摇摇头 看了苗状一眼呢 赶快找客栈 安顿好后 晚上呢 带赵良阿出去找石妖谷 啊 这仙剑世界的好玩意儿 一样都不能落下 第253集 这石妖谷 在游戏里的作用 是练成零谷后 全员家MP 但在电视剧里 是导演给李逍遥 开的外挂 李逍遥打 骷髅将军时的重要道具 他的作用 是减缓骷髅将军的速度 让李逍遥找到他的破绽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只有这一个能力 那不值得李牧专程找一趟 关键是 这后来赵灵儿利用石妖谷 把赤鬼王和骷髅将军千年的功力 都传给了李逍遥 造就了一代大侠 李逍遥能和拜月教主 四模四样的痘上一阵 那石妖谷转给他的功力 那是功不可没呀 虽然有可能因为经脉不通 心脏爆裂什么的 但李牧呢 也没打算吞了赤妖王千年的道行 来个十年八年的 稳稳当当的 让他成长也就满足了 石妖谷藏在苏州城 一个名叫小豆子的小孩肚子里 靠美食就能够诱惑过来 那个白剪的一眼 趁着月色 李牧带了赵灵儿拎着一荒馒头 在苏州城晃到了一圈 便把这石妖谷掉了出来 客栈 天井 李牧和苗状在满天的星光下 要了一壶茶 坐在院子里闲聊 涛儿 李逍遥沉迷无功 赵灵儿每天缠着你 苗状笑道 哎 找这样下去 我估计李逍遥用不出来 爱无限那招了 嘿 没指着他用出来 李牧抿了一口茶水 看着李逍遥房间的窗户 我们来啊 是为了改变他的命运的 真比他用出那招来 这身边的人得再死一遍呢 苗状沉默着骗个道 这些天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拜月和剑圣 知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知道能怎么样呢 剑圣的道 顺其自然 讲究的是大道无情 拜月教主呢 是自然 我们也是自然 老家伙又不像古一一样 以守护世界为使命 他呀 不会来干扰我们的 那至于拜月教主嘛 那是个疯子 他想的是用天下人 验证他的理论 如果他发现了我们两个 更多的呢 是观察研究我们两个 在我们没有明确表示出 要和他作对 成为他的敌人之前 他应该不会对我们出手的 黎木笑道 别忘了啊 电视剧中 没有他 李逍遥根本成长不起来呀 大科学家 世界人啊 苗壮是摇里摇头 叹息正当 可惜 生错了年代呀 是啊 李牧抬头看了眼 天空的月亮 笑道 十年前出现在南昭国的李逍遥 让拜月教主 发现了时间闭环 进而开始又到李逍遥成长 苗苗 其实我呀 在考虑一个问题 假如说拜月知道我们三个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以他的智商 会不会推倒出来 平行宇宙 量子纠缠什么的 苗壮 一头黑线呢 可命 如果真被他研究出了 量子力学 牵手下山 估计也灭不了他 李牧抬尾身长地 看了眼苗壮 插开了话题 对了 李逍遥今天 叫了老车什么武功啊 苗壮撇嘴的 逍遥寻法 李牧一愣 什么 在他的印象里 他搜集的武功里面 绝对没有这门功夫 逍遥寻法 苗壮重复了一遍 我估计是李逍遥 自己创造出来 拿老车做实验 哎呀 这真是人比人要死 或比或要扔啊 他们这边 还盘算了怎么投机 取巧的提升功力 那李逍遥呢 是一个学武 没几天的家伙 已经开始自创武功了 这要是把李逍遥 扔进风云世界 那就能甩无名八条街吧 忽然间 李牧师一行阑珊 他把茶杯丢在桌子上 哎 不了了 睡觉去 养足了精神 明天把林月儿和刘静元 拿到我们队伍里面来 这前期的人员配置啊 就齐火了 四日 林家宝 逼武招亲的擂台 林月如英姿萨爽地 站在擂台上 看着下面一群歪瓜裂枣 气鼓鼓的 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都碎尸万段 李逍遥一行五人出现的时候 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轰动 话说这双胞胎常用 但长得一模一样的三胞胎可不常见 有些时候 这三胞胎在古代 可会被称为祥瑞的 更何况 李逍遥的样貌长得本来就不差 虽然没有了之前的铺垫 但林月如的目光 还是第一时间被李牧三人吸引了过去 她的脸上甚至画过了一丝惊奇之色 如果不是站在擂台上 她十有八九会跑过来凑凑热闹的 嘿嘿 竟然没人到 需要比我招亲了 还是我家灵儿开多俩 李逍遥是嘻嘻哈哈的 点评台上的林月如 赵灵儿呢 微微一笑 转头看见了李牧 小白哥哥 一会儿 你们会不会上去比我哈 啊 嘿 我不会 陈瑜会 李牧笑道 来到擂台之后 陈瑜的眼神 就没离开过林月如 她紧握着拳头 好像粉丝见到了偶像一样 一脸激动兴奋的样子 啊 老陈要上台 李笑要一愣 哎 小白 别开玩笑啊 老陈那三鸟猫的功夫 上去就是白给啊 那女人的功夫 可不比我差呀 说话的功夫 林月如已经打败了苍蝇男 小朱儒两个人 聚都是一招秒杀 这紧接着 嘶嘶吻吻的刘靖元出场 笨手笨脚地登上了擂台 人群中 顿时传出了一阵 支持壮远爷的吆喝声 和叫好声 李逍遥愣了 哎 我说 连壮远都要来娶这个兄女人 哎 她有那么好吗 重要人物都出场了 李牧逍遥道 哎 逍遥哥 咱说好了啊 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许出手 你已经有零二了 李逍遥白了领目一眼 伸手刮了下赵零二的鼻梁 笑道 嘿 发心好了 不用你提醒 这一点啊 我逼你清楚 我才不会对不起我的零二呢 赵零二甜甜地对李逍遥笑了去 几句话的时间 刘靳元已经被林月如逼下了擂台 林月如看向李逍遥等人 没有上台的意思 轻蔑地看着他们的方向 气焰嚣张地 在擂台上叫嚣道 连我这样的一个女孩 你们都打不过 你们这一群男人 就是窝囊费 李逍遥当时就被激怒了 哎 我说啊 你这个恶女人 太看不起人了吧 什么男人都是窝囊费啊 啊 气死我了 我今天非要替天下的男人 教训教训你 林月如道 来啊 求本事你上了 我 赵零二伸手拉住了李逍遥的胳膊 逍遥哥哥 别忘了小白哥哥说的话 哼 我不跟你这个恶女人一般见识 打赢了你 还要娶你的 就你那三脚毛的功夫呀 我的徒弟老陈上去都能打败你 李逍遥是眉毛一扬 肩膀拱下陈鱼 是不是啊 老陈 是的 我能打败你 陈鱼看着林月如 这硬着头皮是憋出了一句话 大方点 散脱点 上擂台 李牧低声在他背后说了一句话 把他往前一推 有我呢 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嗯 陈鱼点头 分开人群 义无反顾地走向擂台 爱情给了他最大的力量 打败他 打败他 陈鱼好似一个英雄一般站了出来 看热闹不显事儿大的人们 再次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可当陈鱼像刘靳元一样 笨手笨脚地爬上擂台的时候 欢呼声是戛然而止 嘿呀 他们要看的是精彩的比武 不想看废武被虐呀 又来一个不会武功的废武啊 林月如的眼睛一瞪 肺都险些气炸了 他感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啊 擂台上 观战的林天南 冷眼扫向李逍遥三人 脸色也不太好看 他是武林盟主 李逍遥三人的行为 分明是在打他的脸 是来捣乱的呀 晚上陈鱼 见过月如小姐 请小姐四驾 陈鱼学着古人的样子 向林月如做了个音 深吸了一口气 手指向前 摆出了欲见树的棋手势 这是他最熟悉的招式了 林月如眼中冷光一闪 微微皱眉 飞身而起 准备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战斗 刷 李牧一发闲者时间 刷在了他的头上 同事喊道 老陈 机会给你了啊 上 打败他 民间的长龙快絮 就是你的 此时的林月如 眼神空洞而且眯眯眉 像是看着陈鱼 又像是没看陈鱼 脸上一副陶醉的表情 出尘而立 浑然不知身在何处 陈鱼呢 本已经做好了挨揍的准备 可看到林月如 好像突然变傻了一样 他也呆住了 回头看的眼里小白 微微皱眉 竟没有趁机出手 反而是向着林月如 一拱手道了一声 得罪了 这转身便跳下了擂台 第二百五十四集 我去 苗壮本准备欣赏一场好戏的 结果陈鱼主动跳下来了 他一瞪眼道 你还是有毛病吧 陈鱼是称怪的看下了李牧 一本正经的道 小白 我要光明正大地让林月如爱手 偷鸡许巧的方式会适得其反 不仅饿了林月如 饿了林天南 以后不要这么做了 呵呵 苗壮是冷笑了两声 不知可否 他的前两个客户 那都是色中恶鬼 像陈鱼这样许下了愿望 却又临头退缩的 在他看来 那跟白痴是没什么区别啊 做得不错啊 李牧呢 没有责怪陈鱼 反而冲他竖起了拇指 这笑容中充满了赞许 恭喜你 坚守住了自己的本心 只如果我是林月如啊 一定会喜欢上你这样的正人君子的 陈鱼错愕地问 你 你不 不怪我 嗨 每一个人的爱情观呢 都不一样 我怎么会怪你呢 李牧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一眼 朝擂台上挪了挪嘴 不过我想呢 你会后悔的 后悔 陈鱼一愣 回头看向了擂台 这比武烧气 并没有因为陈鱼的放弃而终止 这一个脑后梳着小辫 赤着上半身 鬼头鬼脑的猥琐男 看到了机会 他冲上了擂台 一脸的吟笑 一步步地走进了林月如 陈鱼不捡的漏 会有人捡的 那武林盟主林天南的女婿 未来是要继承林家宝产业的 这林家大小姐明显出现了状况 此时不上 何时上啊 众目睽睽之下 那只要打扮了林月如 林天南总不好反悔吧 见到这一幕 陈鱼脸色大变 犹如是吃了屎一般的恶心 急声道 小白 我错 抱抱月如 林天南早发现了林月如的异常 当陈鱼跳下擂台 他的关注点就放在了李牧三人的身上 林月如身上的古怪 跟他们脱不开关系 他都要看看 这三个一模一样的家伙 搞什么鬼 所以 当猥琐男上台的时候 他冷眼旁观 一动也没动 抱抱月如 陈鱼终于知道他办了件蠢事 眼瞅着那猥琐的家伙 一步步靠近了林月如 片刻的功夫 他竟急出了一头的冷汗呢 哪个 二须成名九须罪 我们李家扬名的时候到了 古列盟主 从今天开始姓李了 李牧没有理会沉语 反而看见了李逍遥是高声道 啊 什么 李逍遥一愣 没明白李牧什么意思 在猥琐男快要接近林月如的时候 李牧是一发闲着时间 刷在了那猥琐男的头上 手里亮银枪轮圆 带着风声砸了过去 银锤带着呼呼的风声砸了过来 猥琐男骤然从贤者时间脱离 他呀 顶多算是个江湖三流 不具备那横扫先领导的三个拜月教徒的功力和反应速度 只来得及测了测身 三十多斤的亮银锤便砸在了他的胸口 把他撞在擂台上连跌了三个跟头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挣扎了几下 想站却没站起来 头一歪 昏迷了过去 李牧早就不是当初拎了锤子不敢砸人的小菜鸟了 林月如猛醒了过来 李牧给苗状使了个眼色 苗状会议两人是一左一右的窜上了擂台 李逍遥愕然啊 陈瑜呢更是呆住了 什么情况 不是比武招亲吗 这武林盟主姓李是什么鬼啊 你们两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偷袭不合规矩 你保住 比武招亲哪有台下出手的道理啊 林家的千金只有一个 上去两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一女视而夫吗 哼 林宝主 他们能上两个人 那我霸身无虎 是不是也能一起上了 先者世间 强制思维空白 但外面发生的一切 那是有感应的 只是懒得动而已 这不然的话 也不会因为外界刺激而醒过来的 所以 林月如清醒过来 想起刚才的事情呢 是一阵后怕 所以他对一锤沦飞 猥琐男的礼目 是心存好感的 可当他回忆起 猥琐男被砸之前 突然出现了和他 极其类似的呆滞表情后 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醒悟过来后 什么好感都没有了 更何况 比武招亲的那台 哪能一下子跳上来两个人呢 那把他林月如当什么了 苍狼一声 林月如拔出了宝剑 恼羞成怒 你们两个去死啊 哎哎 月如小姐 少安勿躁啊 我们是来救你脱离苦海的 李牧回头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又一发闲者时间刷了过去 定住了林月如 李逍遥 大护心兄弟 上来一起嗨啊 好 李逍遥本就处于那活泼好动的年纪 当李牧两人上了那台之后 早就按耐不住了 闻眼 二话不说跳上了那台 和李牧两人是并肩站在了一起 傲视群雄 皇帝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李牧回头看了眼林天南 拉声道 林宝主 指令千金比武招亲之计 我们李逍三兄弟呢 也想争一争武林盟主的宝座 不知林宝主 可否让位啊 台阵的声音 戛然而至 哈哈哈哈 后生可畏啊 能胜得过林某人 武林盟主 让你离家又何妨啊 林天南哈哈一笑 长身站了起来 不过 林某向来瞧不起邪术害人之北 说不得 今天要为民除害了 说话见 身形变换 一连串的人影闪过 林天南已然出现在了擂台上 以指为剑 直奔黎牧而来 南武林盟主 出气的李逍遥在他的手上 毫无反抗能力 以他毒辣的眼光 早看出了林月如的莫名失魂 跟李牧脱不开关系 那既然出手 当然要搞定了最诡异的家伙 咻 闲者时间 李牧瞬间刷出了技能 林天南呆滞 弃剑指被打断 凤凰三点头 苗壮是趁机一枪捅了过去 这枪头距离林天南还有一尺 他已然清醒了过来 眼神中闪过一次惊讶 曲子一弹 当当一声 苗壮的长枪是脱手飞了出去 当他骑身向前 打算趁机干掉苗壮之时 李牧一发闲者时间 又刷在他的头上 抡起手里生了一只的银锤 砸了过去 砰 一股距离 从锤头传来 李牧手臂一震 银锤也掉到了地上 再次定住了林天南 他不由微微皱下眉头 稍微受到刺激 就会清醒过来 看来这闲着时间的控制能力 太差了呀 这纯用一个技能 连林天南都打不过 更何况百岳呢 没错 今天上擂台招惹林天南 不只为了扬名 更是一个关于技能 针对武林高手的试验 这是李牧和苗壮商议好的 那至于客户陈瑜嘛 哎呀 李牧就没指的他打赢林月如 让他上台 不过是向他展示一下 圆梦师的义务 更多的是了解一下他的性格 以便针对他的性格 为他量身定制 实现梦想的计划而已 小白 放着我来 接连两个弟弟的兵器被打掉 李逍遥早已蠢蠢欲动 拔出了宝剑 玉剑术 他起手 用出了最熟悉的招式 第二百五十五集 李逍遥服用了血菩提 内力大增 完全超越了剧情中 出入江湖的菜鸟水平 玉剑术起手 强烈的危机感 刹那间把林天南 从闲哲时间中拽了出来 他手一回 兵器架上了长剑抽销 林家剑法 三绝剑气 炫目的剑气 对上了李逍遥的御剑术 不过 他仍不时地偷瞄李木 那无缘无故 瞬间瓦解战斗力的奇怪法术 林天南是彻底怕的 幸亏两人武功不高啊 果然的话 今天的跟头那是栽定了 林天南也是无奈 他看出来了 三个初出茅庐的小家伙 十有八九是借他来扬名的 他们的武功路数虽然古怪 但出手之间呢 毫无杀气 不是邪派人物 但也正是这些稀奇古怪的愣头青 最让人头疼啊 打败了他们不长声望 那被他们打败了 灰头土脸 威名扫地 哼 有这样的本事 打擂台当我林家宝的女婿多好啊 非要叫板老夫 也是够了 林天南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生怕再中了那屎锤小子的阴招 毕竟 现在和他对战的小子功夫不错 比那两个强多了 那再中了招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从容脱身了 不过 林天南的担心是多余的 擂台上渐气纵横 李墨和苗壮两个惜命的家伙 早远远地躲到了一边 当起了吃瓜群众 哎呀 不愧是天命主角 出城第一战就跟武林盟主 打得有声有色 苗壮是羡慕地看着李逍遥的 他儿 这时候你给他刷野发闲者 估计林天南就败了 嗯 说得没错 迷目点点头 看着擂台上越战越勇的李逍遥 笑道 给李逍遥呀 展展经验 他呢 需要合适的对手来立点了 林天南是个纯武者 都能在感应到危险的时候 瞬间脱离先者控制 第一时间反击 这拜越法力高深的 杀人于无形 靠我们两个打败那是不行了 真打起来 还是要靠李逍遥的 哎 那天晚上 那九尖仙 要是铁的先杀我们两个 估计我们两个也是白给呀 头儿 用上陷阱和正面 我们两个干叫林天南 还是没问题的 苗壮笑道 可惜没法对他用 哎 我现在就有可情的冲突 跑到林天南的后 还说他的名字 试试正面的威力 正面之下 他没说过武林高手的 李牧 笑看了他一眼 有机会的 林天南怕林月如出危险 抽空把他卷下了擂台 林月如顿时清醒了过来 不过 他没理会台上的李逍遥 而是气鼓鼓地 找上了李牧两人 你们两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追我一见 呀 上瘾了是吧 李牧笑着 对他眨了下眼睛 傻 林月如眼神迷离 神有物外 再次被定格 苗壮是上下打量了林月如 一脸好奇 低声问道 陶儿 闲者时间 是什么感觉 听到这话 李牧笑着笑 给他刷了一发 苗壮是一瞬间 进入到了呆滞的状态 李牧轻轻撞了下他 把他撞了出来 小问 感觉怎么样啊 叔 什么都不想干 天塌下来 有高个顶着的 奇怪感觉 苗壮扎了扎嘴 回味了一番后 看向林月如笑道 嘿嘿 战斗累了 是个放松的好技能 有毒 我严重怀疑 这小丫头 是来找享受的 追求享受的人 能直接用这技能 刷上你的信徒啊 李牧歪着头想了想 有空可以试试啊 那台上 李逍遥和林天南的战斗 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李逍遥已经用上了 新学的圣灵剑法 从剑一 用到了剑十三 他似乎也明白了 李牧两人的用意 眼神空明 而且专注 那林天南是磨练起了剑招 来自剑圣的圣灵剑法 在战斗中渐渐地熟练了起来 竟然从招式上压制住了林天南 哎呀 这真是武学上的怪胎呀 看着李逍遥的成长速度 李牧忍不住是感慨力声 把目光从两人身上移开 和攻色技能一样 李逍遥的武学天赋 那是人物设定 羡慕不来的 苗庄问道 头儿啊 闹到这个程度 怎么收场啊 李逍遥虽然吃了血不提 但内力比起林天南还差得远 估计还是打不过他呀 嗯 让他们呀 慢慢打就是了 李牧向擂台上看了一眼 慢悠悠地走到林月如的面前 留下了大约四米的安全距离 微笑了 林月如 我们没有恶意啊 大家都是年轻人 不要喊他喊杀的 好不好啊 当李牧开口的一瞬间 林月如眼皮颤动 清醒了过来 下意识地想举起手里的宝剑 可想起刚才无缘无故的奇特状态 这迟疑的片刻 又把宝剑放下了 你们是什么人 好人呢 李牧温和地道 信不信 我们呀 是来救你脱离苦海的 林月如冷笑道 你在开玩笑吗 这里是林家宝 是我的家 你要从我家里 把我救出苦海 哎呀 总在他家里有什么好玩的 哎 跟我们一起去闯荡江湖 啊 斩药除魔多好啊 李牧 笑着提出了邀请 林月如眼睛一亮 但很快呢 又暗淡了下去 我爹 不会让我出去的 哎呀 你爹都为你举办比武招亲了 你还在想什么呢 李牧笑了 我们的班领呢 你也见到了 天下呀 还有比我们更优秀的青年才俊吗 等你爹和我们大哥打完 恐怕呀 他巴不得你跟我们出去的 这时 赵灵二和陈瑜 绕过了人群 来到了几人身边 陈瑜是紧张地看着林月如 谢过林小姐 可才在擂台上失礼了 林月如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 没好气地朝李小白瞪了一眼 对陈瑜道 陈大哥 你没有趁人之威 是个好人 多谢了 哎呀 好人卡呀 这犹如一道霹雳 从天而降 陈瑜当场就呆住了 李牧和苗壮对视 微微一笑 相鼓无言 林月如看见了赵灵二 对她的美貌 惊讶了片刻 问道 这位是 赵灵二笑着自我介绍 月如姐姐 我是赵灵二 逍遥哥哥的妻子 林月如一颤 下意识地问 哪个是你的逍遥哥哥 赵灵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擂台上和你父亲比武那个 是逍遥哥哥 哦 林月如莫名地松了口气 眼珠一转 下定了决心 本小姐决定了 跟你们一起闯荡江湖 第二百五十六集 剑杀 一张轻贺 擂台上 一离逍遥为中心 剑气弥漫 散散无尽六六无穷 剑气组成一道剑网 笼罩向了林天南 另一个世界剑胜的智慧结晶 或许比不上鼠山剑胜的预剑术 但是精妙的招式 远远超出了林天南的承受能力 林家剑法和圣灵剑法比起来 相行剑出 其实 在剑八的时候 他应付的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面对着漫天剑网 林天南是脸色骤变 再不敢压制功力 领教李逍遥神奇的功夫了 他运足了内力 以剑为身 从剑网中撞了出去 落在了擂台下 可饶是如此 还是那长袍 也已被那剑气 画出了七八道口子 发际也被调开了 那是披头散发 看起来颇有些狼狈 擂台上 李逍遥正面遭受了林天南 全力爆发的冲击 那长剑是寸寸锻炼 喷出了一口鲜血 冲着林天南的方向 竖起了一根中指 惨然一笑 仰面堂倒 逍遥哥哥 爹 林月儿和赵玲儿 分别扑向了两人 赵玲儿用观音咒 给李逍遥疗伤 林月如关切地问 爹 你没事吧 林天南看着台上的李逍遥 摇了摇头 神色复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已经输了 输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擂台下 观战的江湖中人议论纷纷 迅速进入了看热闹的状态 谁也没有想到 简简单单的比武招亲 最后会演变成这样一副局面 这里一家三兄弟是谁呀 年纪轻轻 这武功也太高明了 虽然比试没能赢了林天南 但妥妥的 那是未来武林盟主的胚子呀 被李牧等人的一脚闹 比武招亲肯定是举行不下去了 也用不着了 那林天南心中 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林家宝 驱散了比武招亲的江湖众人 林天南邀请李牧等人 进入了林家宝 会客厅 众人分宾主落座 李牧漫条丝里的分着茶水 问道 林包者 不知道我大哥 有没有资格做武林盟主啊 小有说笑了 什么武林盟主啊 之前分明是小女的比武招亲擂台嘛 林天南换过了衣衫 重新梳洗整理了一番 老神在在地道 武林盟主是不大可能的 不过 把老夫逼下了擂台 老夫的女婿嘛 倒是可以做一做 此言一出 陈瑜顿时郁闷了 生怕历史重演 连连冲李小白时颜色 哎呀 少安勿躁 林沐回头 无声地对陈瑜 说出了四个字的口型 这客户虽然蠢笨 但面子嘛 总还是要照顾的 我和林安成亲了 不可能娶你的女儿 李逍遥把武林盟主 逼下了擂台 那是志得一满 林盟主 这次我输给了你 是我功力不足 等我呀 再修炼一些时日 一定堂堂正正地 把武林盟主之位 从你的手中夺过来 林月如听到这话 只哼了一声 翻了个白眼道 就凭你 再练十年 也不是我爹的对手 别不识好歹了 要不是我爹给你卫招 你的那套剑法 怎么能熟悉得那么快 李逍遥回忆了一番 擂台上的战斗经过 脸一红 不服气得道 喂 谁让他卫招了 没有他 我照样能把剑法 融会贯通的 李牧赞许地 看了一眼李逍遥 嗯 不愧是当着老子的面 泡人家闺女的李逍遥吧 默契沉沉 像什么话呀 啊 这年轻人嘛 该不要脸 就不要脸呢 林天南 撵着胡须 本等着李逍遥成情 那都准备好了 提携后辈的谦虚说辞了 但李逍遥 冷不丁地冒出 这样一句话来 他所有的一切准备 都喂了狗 只感觉着一片好心 喂了狗啊 不过 他老成吃重 也懒得跟几个矛头 小伙子一般见识 亨利声道 哼 李少侠所用剑法高深莫测 敢问 是从何人呢 李逍遥得意地拍了下胸膛 嘿 二弟给我剑婆 我自学成才 林月如道 伪财信啊 凭他那三脚猫的功夫 不用妖术 连我都打不过 能有什么好的剑法 林天南看向李小白 还没说话呢 就被李牧打断了 哎 别问我武功啊 问就是妖术 林天南一致啊 这忽然感觉 没办法和几个 兴礼的交流了 哎 这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不知李数了吗 是江湖变化太快吗 这武功的问题啊 说起来纠缠不清 李牧生硬地把话题 给转了回来 李八主 咱们还是说一说 林家宝女婿的事嘛 林月如是莫名地脸一红 看看李小白 又看看李逍遥 最后 目光从沉默不语的 李小黑身上一画而过 似乎觉得哪个都不错 察言观色 刘靳元的心 莫名地揪了起来 聪明如他呀 哪还看不明白 他的表妹动心了呢 林天南精神一阵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小女也算是 败于李二侠之手 李二侠可是要做 我林家的女婿啊 啊 李二侠 好诡异的称呼啊 李小白的眉心 是莫名地一抽 干笑了一声道 林保主说笑了 这婚姻大事 岂能儿戏呢 我们初次和 月如小姐见面 这谈婚论嫁 是对人生的不负责任呢 林月如握拳 弯了李小白一眼 谁是还嫁给你了 林天南面色一沉 重重地一拍桌子 哼 李二侠 是在消遣老夫不成吗 哎哎 林保主上安勿躁 如果只是为了 消遣林保主啊 我们何必闹出 这么大的动静呢 我们呀 可是有理想 有抱负的武林新一代呀 这江湖 会因为我们而改变的 李牧笑看着林月如道 之前 月如小姐已经答应和我们一起闯江湖了 这强扭得瓜不甜嘛 年轻人总要互相了解 才知道彼此合不合适啊 沉吟的片刻 林天南回头看着眼可怜巴巴 面带祈求吃醋的林月如 说得也是 年轻人的确应该在江湖上闯一闯啊 林月如一听这话是一脸的惊喜 爹 你答应我跟小白他们一起出去闯到江湖了 林天南老脸一沉 重重地哼了一声 沉鱼是大喜过望啊 哪还不知道是李牧在位的创造机会啊 而刘靳元呢 是急忙到 哎 表妹 我也一起去 林月如白了刘靳元一眼 表哥 一点武功都不会 跟我们闯什么江湖啊 老老实实当你的状元不好吗 刘靳元坑坑痴痴地说不出话来 李牧笑着对他眨了一下眼睛 哎 月如小姐 此言差一样 状元兄如果能和我们同行 一定能为我们的江湖之行 增色不少呢 多谢李二公子 刘靳元大喜过望 连忙对他作意 我保证 不会成为你们拖累的 而陈瑜 则眉头大皱 又看不明白 李小白唱了什么戏了 虽然刘靳元最后 没有和林月如走到一起 但排除了李逍遥之后 那他也是个妥妥的情敌啊 第二百五十七集 一行人 暂时在林家宝修整 赵灵二和林月如 没有了李逍遥这个根本性冲突 迅速发展成了好姐妹 急急扎扎的凑在一起 谈论一些李氏三兄弟的去世 李逍遥一战逼平了武力盟主 信心大增啊 沉迷于恋武无法自拔 连俊俏的小媳妇都忽略了 圣灵剑法 从剑一到剑十八 是友情之剑 李逍遥掌握得非常快 但剑十九到剑二十三 那是剑圣独创的绝情之剑 李逍遥心境达不到 这用出来是似是而非 完全达不到剑圣的威力 对此 林天南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经过观察 林天南也发现 李逍遥可真的是恋武奇才 即便他享誉武林的林家剑法 这看一遍 也能用出一个大概啊 虽然知晓李逍遥已经成亲 他仍把完整的林家剑法 传授给李逍遥 并赠送了他一把新的金刚剑 头刀报李 李逍遥大方地 把引以为傲的圣灵剑法 交换给了林天南 李逍遥把剑一到剑十八 融会贯通之后 在他心中 圣灵剑法的威力 早已远远超过了 九剑仙传授的 半吊子御剑书 在李牧两人的影响下 李逍遥对武功秘籍 也不像大部分的江湖人 一样避肘自贞 这交换武功的时候 那是非常豪爽啊 小白 你为什么要带着刘建元一起走 陈瑜找到了李牧 问出了他心头的疑惑 你明知道他喜欢了月如 带着他 不是给我增加一个情敌吗 老陈 把心放到肚子里 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月如不喜欢刘建元的 李牧拍了拍了肩膀 带着他呀 还能给你找个心理平衡 不然的话 林月如都不搭理你 你多尴尬呀 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搞成李逍遥的模样 再导致我一点存在感 都没有 陈瑜抱怨道 李牧乐了 哎 老陈 你要搞明白一件事啊 你没有存在感 不是因为我和小黑 是因为你本身啊 就没有人让人眼前 一样的东西 这如果我猜得不错 哎 你从小到大 都没谈过恋爱吧 陈瑜的脸是涨了通红 脑怒的瞪着李牧一眼 你们是袁梦师 应该帮助我实现梦想 而不是取消自己的客户 我们一直在问你的梦想而努力 苗壮此时道 郁建树你搞到手了 林月如和李逍遥没可能了 我们还把他硬拉到我们的队伍里 给你创造了大把的机会 你还想让我们怎么做 啊 我的绑了 扔到你床上 老陈啊 有些事情 也需要你自己努力一把的 陈瑜听到这话无语 哎 而且啊 你的梦想不止是和林月如谈恋爱 还有学习预见术 并且保证主角团的存活 那我们要顾全大局啊 不可能手把手教你谈恋爱的 李牧摇摇头道 啊 对了 你的内力练出来没有 还没 陈瑜沮丧了低下的头 我从没想到过 练武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啊 那还不抓紧时间去练呢 李牧摇 李逍遥比你天赋高 可他练武的时间比你还要长 这岂能补着是良迅的 只要让林月如看到你努力的一面 嗯 陈瑜点点头 转身向外走去 可走了两步 又回过头来 看着李牧是吞吞吐吐的道 小白 不要给林月如吃铁铁 不然的话 我怕再也没机会追上他了 李牧玩耳一笑 给予客户最大的信心 嘿 当然 相信你的圆梦是 啊 我们会用尽一切办法 帮你实现梦想了 希望如此吧 陈瑜叹息了一声 转身离开 来到仙剑的日子 给他的打击非常大呀 不同于在网络世界中的呼风唤 穿越之后 他才发现 他竟然是所有人中最平凡的一个 平凡到 他用尽所有努力都无济于事 苗状的 客户的状态不对啊 哎 现实和李想的偏差太大了 能对才怪呢 李牧呢 他大概以为啊 随便学学就能学会一件术 取代李逍遥 飞天遁地 带着林月如大杀四方 最后啊 消灭拜月教 在美人羡慕的眼神中 功成身退吧 呵呵呵 苗状是哑然失笑 你倒是对他的心理颇为了解 哎 这每个客户都一样 理想都是美好的 但实现理想过程中的痛苦啊 他们却永远不会考虑 更不愿意去面对 李牧畅然 他摔摘头 笑道 哎 不说这些扫兴的话题了 不管他们怎么想 帮他们完成梦想啊 是我们原梦师的事 老彪 你觉得这次客户的梦想中 这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呀 苗状呢 呃 拜月吧 哎 不是拜月 是客户的辞职 李牧畅 陈玉的愿望中 只要求主角团存活 并没有要我们去打败拜月 我们有很多办法呀 可以避免和拜月正面冲突 和林月如的恋爱 那就更简单了 这是个抽象的愿望 那恋爱的方法有很多种啊 这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 这唯有完整的预见术 这个是实质性的愿望 无论如何都要去面对的 这陈玉的水平呢 你也看到了 好几天了 连个简简单的入门内功 都做不到 这想帮他 都不知道从何帮起啊 苗状皱眉闹 哎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 头儿啊 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李牧摇头 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看过李逍遥 给他的逍遥心法了 那简单易懂 以五月剑派的入门内功 还要简单 这按理说 他早该产生气感了呀 苗状问 那怎么办 任我要失败吗 李牧压低了声音的 我觉得他的主人格呀 是个废物 打算给他刷个新的人格 复给他的主人格 哪怕刷着个神经病 那也比现在的这个样子要强啊 苗状正要说话呢 蹦蹦蹦 门外传来敲门声 两人同时住口 明目的 请见 只见着刘靳元 带着一个石盒 推门走着进来 二公子 三公子 靳元准备了一些苏州的美食 后来谢过两位公子 李牧一笑 拉住了刘靳元的胳膊 哎呀 想考考拜阅教主 认同的状元狼的智慧 刘靳元一愣 微微一笑的 天体圆如弹丸 地如鸡子中黄 孤居于天内 天大而地小 天表里有水 天之包地 犹如河之古黄 如果古人没说错的话 大地应该是 像个弹黄一样的圆形吧 你怎么知道的 苗状抬头 意外地看向刘靳元 刘靳元温和地微笑道 天如弹丸 地如弹黄 乃是出自魂天说 李牧斜了苗状一眼 打断了刘靳元的装逼 哎 众元兄 这你的知识啊 都是由古人得来 但大陆为什么是圆的呀 那我们生活在大陆之上 为什么感觉不到脚下踩着的大地 是个球呢 哎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 来证明大地是个圆球啊 这些 你都有答案嘛 人不能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呢 一连串的科学问题 震住了刘靳元 淡定从容 终于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他对着李牧是长衣道地的 亲二公子赐脚 哼 这咬文嚼字说不过你 但是这科学 你还真不行 李牧笑容可惧地拿出了手机 来来来 众元兄 从近一点啊 我们来看看纪录片 让我带你 一起走进一个新的世界 让你啊 见识一些世界的真相 在刘靳元不解的眼神里 李牧点亮了手机 启动播放器 调出了之前早已下载好的 BBC关于宇宙和地球的 高清纪录片 过场动画 徐徐展开 苗状面色古怪 无声地问李牧 哎 合适吗 李牧笑了笑 没有说话 地球 据我们所知 是太阳系中 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 是什么让地球 如此的独一无二 答案 就在地球的历史之中 随着主持人 缓缓而又深情的解说 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缓缓转动 彗星撞击地球 洪水退却 大地冒出地面 韩武际生命大爆发 单细胞生物出现 无脊椎动物 主导世界 恐龙诞生 称霸星球 冰雪覆盖天地 大陆板块碰撞 人类诞生 一幕幕高科技的特效镜头 缓缓地为流禁元 展现出了地球的原貌 生命的起源 甚至于脚下大陆真正的形状 以及地壳 地脉 地心 既系统 又立体 远比什么天如弹丸 地如弹黄 那莫棱两可的猜测 形象得多呀 那也比拜月教主 在白纸上粗拉拉地 用毛笔画个圆 空口白牙地去教育 李逍遥 至关多了 拜月教主 当时要给李逍遥 看到这部纪录片 估计也不会被砍了 这教育 从来都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状元爷博学多彩 但此时此刻 他的世界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瞬间支离破碎 地球 就是我们脚下大地 啊不 星球的名字吧 原来大地竟真的是一个球体 我们看到的天 是覆盖在球体上的大际层吗 在人类之前竟然还有恐龙这般生物主宰世界吗 恐龙为何如此丑陋 它和五爪金龙有什么联系 人类竟然是泪人缘进化而来 那女娲造人之说从何而来 刘靖元脸色发白 不误住地吞见了唾沫 二公子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神仙留下的影像 刘靖元不愧是状元爷呀 和自己的知识两相认证了一番 便提出了属于她的疑问和见解 在她看来 横跨四十多亿年 并以如此神奇的方式留下了记录 这般手段 除了神仙 没有人能办得到 她连质疑都不敢做 她连质疑都做不到啊 因为那些东西太真实了 真实到就像是发生在她眼皮的底下一样 BBC 环球 神仙 描撞是扬了下眉毛 站在一边 坐等礼目结实 在一个仙侠的世界 传播生命起源 简直和拜月是一样邪恶呀 女娲的后人 还在那边谈情说爱呢 你可倒好 直接把女娲的功劳给抹掉了 金元兄 这物种起源呀 跟神仙没多大关系 这词物的名字呢 叫做手机 是我们偶然得到的 李牧咳咒了一声 嗯 它里面呀 存储着许许多多不同种类的资料 和现行的四书五经啊 勇然不同 我们综合学习了一番 觉得世界上啊 应该不存在神仙 传说中存在的神仙 应该是比地球文明等级 更高的外星生命 外星生命 更高的文明等级 刘靳元目光灼灼地看着手机 越发地糊涂了 二公子 我不明白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李牧拿过了瞄撞的长枪 枪头插在了八仙桌脚下 然后把亮银锤垫在了长枪下 手指呢 轻轻向下压 八仙桌被轻而易举地翘了起来 杠杆原理 在手机的资料中啊 归为物理学科 力学分类 李牧咒 除了物理学科之外啊 还有化学 生物学等等不同的学科 这些学科呢 研究到高深处啊 凡人也可以创造生命 可以成为女娲呀 刘靳元道 凡人 可以创造生命 嗯 钟眼兄 知识改变一切 拥有足够高的知识 人呀 同样可以成为神灵 李牧伸手 拍了刘靳元的肩膀 笑了 所以我认为啊 传出的神仙呢 应该是拥有远超地球知识文明的外星人 是他们创造了人类 创造了地球文明 地球啊 只不过是他们的实验场而已 刘靳元无语 李牧把手机递给刘靳元道 我知道这些东西呢 一时半会儿你可能接受不了 不过呀 你可以把手机拿走 研究研究里面的知识 等你对外星的知识 有了系统的了解 我们再来商议 如何把更先进的文明传播开来 早服于民 刘靳元眼睛一亮 产生问道 二公子 手机可以给我看吗 当然了 李牧笑着点头道 不过这资料在这个市场 可能只有一份 手机怕水怕水怕火 这小心谨慎 万万不可把它损坏了啊 靳元明白 刘靳元郑重地接过了手机道 手机中的外星文明知识 使用好了 极有可能造福苍生 择批后人 靳元一定会将手机 是如生命一般爱惜的 话音未落 这苗状呢 把自己的手机掏了出来 二公子 留个备份吧 万一整把手机弄坏了 我们也能有个补救 说得没错 就在这刘靳元 目瞪口袋的眼神中 李牧把手机重新拿了回来 开启蓝牙 把他精心准备的资料 复制了一份传给了苗状 刘靳元甘笑道 二公子 三公子 你们使用手机 颇为熟练 等待传送的过程中 李牧给刘靳元示范了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 小刘 你玩不到几天了 你就熟练了 这都是傻瓜式操作 刘靳元道 希望如此吧 李牧问 对了 靳元兄 忘记问了 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刘靳元叹息了一声 男人道 二公子 原本我想找逍遥熊学习武艺 可他似乎不愿意教我 我便来求助二公子了 不过此刻我脑海里一片混沌 已然无心学武了 不提也罢 第二百五十九集 李逍遥从手机里学到了武 而刘靳元呢 从手机里得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文明知识 不得不说 手机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足以改变世界 而且也从侧面证明了 李逍遥除了武学天赋之外 其他方面 真的是一无是处啊 手机在他手里摆弄了好几天 他愣是除了武功和游戏之外 硬是没有发现 里面还隐藏着那么多 足以改变世界的好玩意 带着满腔的敬畏之心 刘靳元抱着手机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他向李牧指弟子李 一脸的虔诚和严肃 头儿 你要在这个世界进行合计革命 一直以来 苗壮自问智慧不比李牧差上多少 但是现在 他觉得自己跟不上李牧的思路了 他周眉问道 还是说 单纯地给刘靳元找点事干 对客户创造接近刘月如的机会 我再给白月教主找事干 李牧看了苗壮一眼 白月的科学观呢 太粗糙了 他需要更加精密 而且完善的科学系统来吸力 我要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 不需要女娲 也可以创造生命 让他知道 宇宙外还有更广阔的天空 不要每天想着正名爱 不要把目光 举现在脚下 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 苗壮一本正经的道 是伟大的外星科学家 他造人呢 是伟大的科学实验 他的神力 是更高等级的能量运用 只要学到高深处 那刘靳元也可以是女娲 拜月也可以是女娲呀 苗壮干笑 你不怕得罪女娲 这个世界 女娲庙都被拜月封印了 李牧悠悠的道 更何况 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在拯救女娲后人 李路上说 女娲应该站在我们这边才对 苗壮是一头黑线的 头儿啊 我感觉 你在坑拜月和刘靳元 拜月想按照他的想法 重新创造新人来 但即便是克隆人 也需要完整配套的 现代基础国家建设 以及高精尖的设备 才能完成 可可 可这个世界 它连电都没有 而且现代科学的一套 在这个世界 真的行得通吗 玉剑术 妖魔鬼怪 巫术古术 真的存在的 哎呀 行不行得通 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科学本来就自成体系 你还真打算帮拜月教主 完成改造世界的使命啊 李牧伸手把长枪 从八千桌上面拽了下来 丢给了苗壮 哼 我巴不得 拜月钻牛角尖里面去呢 那样的话 这主角团的命 那就保住了 苗壮是眼角一抽 善笑道 万一 我是说万一 拜月真的从现代文明中 得到启发 蹈鼓出什么 更危险的东西 以她的性格 恐怕会给这个世界 带来更大的灾难吧 到那个时候 女娲后人也 抗不住了吧 所以说嘛 这知识啊 才是最大的力量 李牧肖呢 作为大反派的拜月 有着最明确的目标 并且呢 一直在倾恳地学习 汲取一切有用的知识 还做着各种各样的试验 但女娲的后人呢 却一直在吃老本 承受那该死的宿命论 这久而久之啊 被淘汰简直是必然的 老苗 给世界注入一些新鲜的元素 或许可以淡化女娲的影响力 改变那么的宿命 这说不定以后啊 刘靳元 才是拯救世界的主角呢 或许吧 苗壮不明所以地看着李牧的 那我们还跟着去想走吗 白夜教徒可是一路引领着李逍遥成长 把赵灵儿又向了南赵国的呀 当然了 李牧点头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李逍遥呢需要成长 我们也需要成长 更何况 客户还要学预见书呢 他叹息了一声 揉了揉额头呢 只要学完整的预见书 我们还要上鼠山 哼 该死预见书啊 当天 刘靳元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 除了偶尔用太阳能充电器 给充电宝充电之外 几乎都不露面了 李逍遥一整天都在练舞 陈瑜更甚 他走上了刘靳元的老路 真的认为从武功上打败林月如 才有可能入得了他的法眼了 而赵灵儿和林月如呢 则逛了一天的街 李牧等人没有提出离开 那林天南自然不会催促 他巴不得林月如和李家三兄弟 多在林家宝停留些日子呢 毕竟这时间越长 越能培养感情啊 当晚 刘靳元 陈瑜 赵灵儿 都没有来用餐 餐桌上空闲了许多 李牧呢 大哥 灵儿怎么没有出来吃饭呢 李逍遥是一只手比划着剑招 另一只手随意夹着菜往嘴里松 心不在焉的道 好 逛街逛内了吧 林月如呢 下午的时候 灵儿妹妹的精神不太好 也有可能是病了 一会儿我给她找个大夫看看 怀孕导致的赵灵儿 陷出女娲之身 她快要领悟自己的使命了 这李牧和苗状对视了一眼的 月如 这大夫不用找了 我知道怎么回事 林月如奇怪地看看李逍遥 又看看李小白 心直口快地说道 赵灵儿到底是你们谁的媳妇啊 我怎么觉得 李小白对灵儿比逍遥还要熟悉呢 而且灵儿说起来 也是一口一个小白哥哥 提到李逍遥的时候都很少啊 李逍遥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依旧沉迷在剑术的世界里 苗状只吃得一笑 低头往嘴里扒了米饭 旁观者清啊 她早发现这个状况了 她提点过李牧 但是呢 她没当一回事 后来她也懒得说了 不只是赵灵儿 还有林月如 李牧那张扬的行事风格 似乎把李逍遥的桃花运 都吸引到了她的身上 哼 这苗状很想看看 这李小白最后怎么收场 李牧需要和赵灵儿 以及林月如 保持亲密的关系 这方便她做事啊 不然的话 这相敬如宾 连说话都不自在 那以后又怎么能 调动他们做事呢 那暧昧这件事 是能做不能说的 苗状这个白痴 也不知道打掩护 没好劲撇了苗状一眼 李牧放下碗筷 一本正经地呵斥道 哎 林二是小姚的妻子 别胡说八道啊 坏人清白 林月如是嘟囔囔 我就是确认一下嘛 对了 小白小黑 你们的因果鸡犯 是什么东东 上我见识一下呗 听林二说起来 很好玩的样子啊 李牧淡淡地道 会有机会的 第二百六十集 入夜 陈鱼盘膝坐在房间中 日常修炼内力 李逍遥则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嘴里不停地嘟囔着 有情之鉴 无情之鉴 疑似有向舞痴 转变的征兆 刘靳元 挑灯夜读 一边是手机 一边是笔墨纸验 这雪白的纸张上 分门别类地列出了 数学 物理 化学 生物 天文学 地球科学 和逻辑学 几大科学的基础学科 每一个学科下面 又细分了许多的子学科 大多的子学科下 都特意标注着 空白两个字 李牧则用了三天时间 搜集了资料 显然不够详尽 赵灵二抽眉苦脸地 玩起衣袖 看着手臂上 浮现出来的蛇鳞 这精致的脸蛋上 充满了恐慌和害怕 林月如 坐在同镜前 仔细地端详着 自己的容貌 梳妆台上 摆放着 胭脂水粉等等 她之前 碰都不碰的女孩用品 眉目寒情 赵灵二蛇化 那便意味着 先见的剧情正式展开 苗状郑重其事地 吞下了血菩提 为自己增加了力量 李牧 在书桌前 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 对未来进行惊喜的推演 力求保证每一步 都万无一失 今夜 悲欢愁苦 无人入眠呢 四日 李牧神清气爽 早早起床 在练武场上 演练了一片玉锤树 呼呼声风 虽然没什么进展 但总算把筋骨活动了开来 我倒不说 这抡贯的大锤 比这剑可给力多了 一会儿的功夫 苗状扛着她的大枪出现 满面红光地说道 偷儿 走啊 哎 西普提果然给力 我感觉到 以我现在的那里 不用百分百倍 孤属接外人 都可以横扫 录临记事件 嘻 出息 李牧白了她一眼 等你什么时候呀 又把握横扫先见事件 再来跟我嘚瑟啊 那 赵灵儿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苗状问道 如果没有意外 她应该快跑掉了 当然把她留住了 李牧呢 我还指她操控食妖谷 为我们增加功力呢 说话的功夫 陈瑜出现 她的假发也不带了 侠客装饰皱巴巴的穿在身上 脸色蜡黄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整个人一副萎靡不振的状态 站在演舞场的边上 直勾勾地看着李牧两人 李牧看着陈瑜 一脸的错愕 嗯 老陈 你怎么了 陈瑜看着李牧 嗓音沙哑 李小白 靠我自己是练不成预见术吧 你们是我的圆梦师 咱们签了协议的 你们有责任帮我实际梦想 用什么方法都想 但无论如何 都不要再指望我自己努力了 你一幕皱眉 哎呀 老陈 你练舞的时间加起来 也没有超过十天呢 这么快就放弃了吗 陈瑜是练舞表情 李逍遥说我不是练舞的料 我是个有尊严的人 不可能总拉下脸皮 死皮赖脸的 去求一个比我小八九岁的人 苗壮抱着长腔道 林月如也不过才十八岁 你不好意思找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当师傅 就好意思跟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谈恋爱吧 陈瑜看了眼苗壮 认真地道 那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过战友林月如 我只是不想她的命运 像电视剧中那样悲惨 爱错了人 还丢掉了性命 我想给她一场无忧无虑的恋爱时光 顺带着实现我的梦想 这有错吗 你就没有挽挨过电视上那些漂亮的女性吗 我不过是有了梦想成年的机会 而且我的梦想也不过分 不是吗 苗壮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的前两人客户 再想想陈瑜这可怜而又卑微的爱情观 顿时觉得她可怜得像是个小绵羊一般了 她怜悯地看着陈瑜道 好吧 你说的没错 不过性格软弱一点之外 不多不说 你的确是个负责的男人 陈瑜沉默不语 好吧 烂泥扶不上墙的客户啊 小女孩为子齐还知道自己努力 哼 这家伙倒好 这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就想让退缩呀 幸亏她这次选择了人格富裕的能力啊 不然的话 客户这方面那就算是功亏一篑了 万能的幸运女神啊 来个给力点的人格吧 李牧手里的双锤重重的那么一撞 发出了咚的一声温响 她毫不客气地为陈瑜富裕了新的人格 老陈加油啊 你行的 一瞬间 陈瑜的主人格被覆盖 她眨动下眼睛 这昏暗的眼睛纸然爆发出了光亮 她看着李牧两人道 先见 李月如 玉真叔 向往的世界 发达了 小白 你们两个先练着 我去海月如起床 说完 她转身就走 一边走是一边哼歌 小小姑娘 请早起床 提着裤子上爆发 爆发有人 没有办法 只好拉在了裤子上 瞅着陈瑜的背影 苗壮是轻咽了个唾沫的 头儿 李 给她刷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人格 看不出来 李牧摇头 艰难得到 不过看她这动力十足的样子 总比之前的人格要强吧 她的主人格都变成咸鱼了 人格富裕的能力 不确定形态强了 如非万不得已 这李牧是真不祥使用的 也是 苗壮赞同地点了点头道 你说 她不会真的去 看李月珠起床了吧 我去 李牧一愣 把大锤石丢到了一边 发动神星百变 向陈瑜追去 她怕晚去那一步 这客户被林月珠给打死了 苗壮立即跟上 前面走廊里 陈瑜迎面遇到了 刚起床的李逍遥和赵灵儿 李逍遥看到陈瑜的头发 不由她一愣道 老陈 你的头发 陈瑜看看李逍遥 又看看赵灵儿 眉毛是连连挑动 李逍遥 你知道吗 你娘们是个长长 啊 我这个大操 李牧左脚扮住右脚 好悬没撞到柱子上 这他妈刷出来个什么玩意儿啊 赵灵儿 正为手臂上不时闪现的林片儿哭闹 文言是脸色大变 神色复杂地看了李逍遥一眼 头也不回地向宝外冲去 奶奶的 这是个作死的人格呀 李牧下意识地想把陈瑜的人格给刷回来 可犹豫了一下 想想他那主人格的认怂劲 又忍住了 匆匆解释道 嘿嘿 萧遥 老陈念功不成 脑袋受刺激了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哎 小黑 你看着他点啊 别让他再搞事了 我和萧遥哥去追灵儿 说完 招呼了一声李萧遥 标准了方向 一溜烟地向着赵灵儿的方向追去 李萧遥看着陈瑜 又看看李牧 感觉非常的奇怪 这一大早起来 怎么每个人都不正常了 陈瑜练功不承受刺激 还可以理解 可赵灵儿那么好的脾气 这不应该因为一句话而跑掉啊 他犹豫了片刻 还是跟上了李牧的脚步 和陈瑜比起来 这显然 媳妇更重要